这佛祖一怒化明王 始皇一出天下臣服 这世家与波寻的佛魔大战 绝对是我见过最精彩的一战 在这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佛魔转换战局瞬息万变 而随着始皇帝嬴政的突然出现 在场上佛祖 仁皇 魔王齐聚在此 那恐怖的威压经令在场的所有众神 包括宙斯在内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然而此刻这众神的世界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就在刚刚入魔的世家突然入定 一招大日如来昼也顿时响起 在仓促间 波寻只能使出相同的招数 只在一瞬间 这天空之上竟突然出现 一尊巨大的佛像和一尊阿修罗像 任谁也都能看得出来 此二者如果硬刚 绝对是灰天灭地 就在这前军一发之际 一旁的地藏菩萨突然出手 只见他手中莲花 一颗花蕊飘了出来 下一秒 他直接射入世家的眉心 那磅礴的佛力也在世家的灵石中四散开来 当他清醒之后 眼见此刻巨大的危机 他竟然笑了出来 原来从一开始 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当第六天蒙王波寻出现时 他就知道 这个最强心魔的实力 绝对与自己在伯仲之间 即使是毁了这一方天地 也只可能是打成平手 所以面对这个千年的宿敌 他比的绝对不是实力的高低 而是看谁能最显破镜 而此时的世家由佛转魔 再由魔转回佛 这短短两个来回 这境界质的飞跃 而他自己入魔也留下了后手 那便是地藏菩萨 他就是要在这最后一刻清醒过来 而此时在天空之上 那毁天灭地的力量即将降临 世家面不改色 不知何时一朵花瓣从他的身旁落下 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众人恍惚间发现 天空上的两股力量竟突然消失 原来世家将这一切都转入了画外世界 此一战给了众神足够的震撼 可世家却并不在意 佛家只讲境界 这实力高低如何都如同浮云 而此时场上另一边的魔王波寻 却心有不甘 没想到这千年之后 自己还是不如世家 而此时他第一次产生了退役 想要逃离这里 而话说到这里 其实人与神之间的第六黑河大战 早已经结束 波寻的出现 只能算是世家的心魔之劫 与大赛无关 只见波寻后退两步 一跃而起想要飞离这里 可谁想 一个黑影竟封住了他的退路 这电光火时间 波寻无功而返 此时的人们才发现 这个黑影正是嬴政身边 一直站着的那个神秘少年 世人相传 这最强刺客荆轲 曾刺杀嬴政失败 可为何失败 不为人知 其实这最强刺客 另有其人 世人皆知 世皇帝藏有八把名剑 其实还有一把魔刀 从未现实 而这个少年 他所佩戴的正是那一把魔刀牵刃 这个时候的波寻 一再无退路 可谁能想到 在接下来 世家即将要面对着 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抉择